当地时间14号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最新战报称 自发起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俄军累计一撮摧毁乌方3920个军事基础设施 过去24小时 俄武装部队将战线推进11公里 已经禁敌沃加诺耶 斯拉特克耶等5处居民点 俄国防部同一天还公布了 向顿尼茨克和卢干斯克武装 移交武器装备的视频 俄国防部表示 这些装备是特别军事行动中 乌克兰武装或在战场仪器 或储存在仓库被俄军缴获 包括西方国家提供给乌克兰武装的装备 其技术状况均已经经过检查或维修